那么我们下面这个程序呢 就是演示本档的向量化 我们先把这个程序运行一下 看一看效果 好 那么得到右边的输出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照左边的程序 右边的输出来介绍这个程序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CountVectorizer这个模块导入进来 紧接着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Coprous 那么这Coprous呢 就相当于文集 里面有三个文档 一 二 三 三个文档 然后那么下面呢 我们呢就是说 用这Vectorizer 它就等于这个CountVectorizer 然后呢我们采用这个 FatePensperm这个函数 来对Coprous 对这个文集进行这个转化 转化成什么呢 就是向量空间模式 那么ToDest什么含义呢 ToDest就是说转化成这个完整的特征矩阵 而不是西数矩阵 我们看一下这个Print的结果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ToDest的形式 就是这个 每个文档 它的这个向量的模式 这是一种这个Dest的形式 然后下面这条语句呢 PrintVectorizer Vocabulary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打印这个限量空间的 这个各个维度 每个维度上的词汇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从1到这个 从0 1一直到16 那么有这个总共17个单词 这是这个词汇表 然后那么以上呢 是什么呢 是未经提用词国律 就是说呢 这个即使是提用词 也参与这个限量空间的空间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呢 有些词啊是提用词 有些按的啊 这个 嗯 乐福啊 兔啊等等 这样子是提用词 那么下面呢 我们呢 就是说 这个 看一下 经过提用词过滤以后的文档 是如何向量化的 首先呢 我们我们导入这个 ILTK模块 啊 为什么导入ILTK模块呢 因为我们要下载这个 呃 提用词啊 StopWars 然后下面我们指定呢 就采用英文提用词 因为我们这刚才这个 这个文集啊 都是英文的这个语料啊 我们呢 就是下载这个 英文的提用词 然后我们这里边呢 为了查看效果啊 打印了一下 这个提用词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提用词表 那么这些词呢 就是说 在构建限量空间时候呢 就是说 都会这个 呃 被过滤掉了 然后那么下面呢 我们在构建 这个用这个 Count Veterizer啊 来构建这个 限量空间时候呢 就指定啊 这个英文的提用词表 那么就那么这些 如果某个词啊 出现在这个列表中 就不会呢 被用于构建这个 限量空间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提用词过滤以后 它的这个限量的 限量的这个 呃 空间的模式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 经过过滤以后的 这个这个 每个文档的 这个 呃 向量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限量呢 明显呢 这个 长度啊 相当于 这个未经停止过滤的呢 就短了 短了 那么说明这个维度啊 就得到压缩了 压缩了 然后那么 下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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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 把进这个 呃 经过停止表 经过停止过滤以后的 这个这个 这个词汇表 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词汇表呢 现在啊 就是说 这个 多少个了呢 看一下 啊 最大数是7啊 最大数是7 那么 上面这个呢 最大数啊 是这个16啊 所以说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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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空间啊 就是向量空间的维度 得到了大幅度压缩啊 停止呢 就被过滤掉了 好 那么以上就是说 两种就是 一个是未经停止过滤 一个是经过停止过滤的 文档的向量化 过程 那么 最后一个步骤 演示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使用Ngram模式来进行 这个 文档的向量化 什么叫Ngram呢 就是说 我们这里边 它指定一个参数 叫Ngram Ngram Ringe 等于1 到号2 1到号2 什么含义呢 表示啊 就既用 这个 unigram 就是每个单词 也包括呢 Bagram 就是两个连续的词 用这些 这个 Ngram 来构建这个限量空间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维度啊 应该呢 比这个 这个 使用unigram的时候呢 多一些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它的转换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这个 这个完整的特征矩阵 以及呢 它索彙表 看一下效果 好 那么 这个呢 输出呢 就是说 这个 采用了Ngram 模式下的 这个限量空间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 这个 每个文档 它的限量 限量的长度啊 明显的 这个增加了 增加了 然后呢 下面这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特征维度 特征维度 就是每个特征的 这个词汇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 首先的这个词汇表 大量增加了 还增加了 那么这里最大数啊 包括30多了 比如这个34 等等 然后呢 我们看 具体看一下 这每个词汇 这个词呢 这是这个 一个单词的 就是unigram 那么这个维度呢 就是两个单词了 就是baggram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通过 通过这种 这个baggram 和unigram 来构建呢 这个文档的 向量化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呢 我们介绍的是 文档呢 如何进行向量化